首先 点开3D 点开3D以后 然后添加我们的HTL的3D玩家 点开 我这里有很多模型 然后我随便挑一个 然后open 然后 咱们的3D模型 它就打出来了 它就 3D模型搞进来以后 然后点开位置 然后因为我们是从零屏面开始吧 所以我们需要点击Z轴 这个是零屏面 这个是在它的零屏面 然后点击中心位置 中心位置的话是让它把这个模型 把它移动到我们的X和Y的中心位置 然后X位置是零 Y的位置也是零 Z轴的位置也是零 然后点击OK 然后我们的模型就移动到它的中心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是X和Y的顶部 在它的顶部 也就是说它从第一层开始往下打 但是第一层的话是一定是在零点上 一定是在我们的零点上 也就是说我们的焦距点上 可以看一下 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可以看到它的第一层 就在它的焦距点开始往下 分几层的话 它一层一层往下打 然后 位置 位置完 设置完以后 然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分层 进行分层 然后点开这个 也就是说它的层数 把这个Z轴 如果这里是2的话 点一下这个 这个箭头 这个Z的箭头 然后把它点过来 然后它就会变成-1 也就是说 我这个模型 我这个模型的厚度 设置的是1毫米 设置的是1毫米 然后这个模型设置完以后 再分层这一个界面啊 因为因为你看我这个是0.01 就是说我默认的它打一层的厚度 是0.01 如果我们打成0.02的话 我们能会 这个软件的话 它会自动 自动的计算出来 不是这个阶段 这样对它是0.01 是0.01